天姬在命宫 在深宫 在大限宫 那么它跟什么星组合 会产生什么现象 跟碰到六煞星的时候又是如何 六级星你要如何应用 我们的频道最重要的 我们的影片就是要教你 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命运向上来发展 大家好 欢迎来到紫薇朵书的上课精华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天姬这颗星 在命书上天姬这颗星被归类为兄弟组 为什么被归类为兄弟组呢 因为天姬星是江子牙的代表 江子牙在昆仑山协议 所以他在风神榜里面只要一打败仗 他就回昆仑山找他的兄弟来帮忙 因此天姬就被列为兄弟组 那兄弟组的情况之下 转换到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社会兄弟组代表这是六亲 六亲 那兄弟组在六亲里面最重要的 一定要掌握这两个原则 第一个天姬很喜欢六级星 就像江子牙都会回山中 回昆仑山记搬兄弟姐妹来帮忙 助阵的意思是一样 最怕的是六煞星 六煞星 那么如果是碰到六煞星 你就求救无门 你就必须独立自主 掌握这个原则 所以在星星里面 天姬就是最喜欢六级星 最怕六煞星 因为它是兄弟组 第二个重点就是 物干会造成天姬化际 这一点很重要 只要你的命盘里面 天姬是化际的 无论你是生年际 大献际 流命际 或者是公干化过来 所造成的天姬化际 只要天姬一化际 你就不能成立为姬叶铜梁阁 注意这一点 姬叶铜梁阁 在命阁里面 姬叶铜梁阁是一个非常好的阁集 叫做善钢朝阴阁 所以非常好 但是如果天姬一化际 你这个阁集就被破坏掉 阁集就被破坏掉 那么你就要什么样 要非常重要的 就是贪囊化际 如何来解救 乙干 乙干会造成天姬化际 如果你是乙干所引起的天姬化际 你就要好好地掌握你的 基业铜梁阁 所谓的基业铜梁阁 就是要担任公职 最少要进入大企业上市公司 以现在的社会情绪 你就必须进入上市公司里面的大企业 既有法规 法律保障的公司 好 这个就是基业铜梁阁 但是乙干天姬化际 非常怕碰到天姬化际 碰到天姬化际 你这个基业铜梁阁就败掉了 就不行了 那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会影响到他 当然是陆济铜梁 陆济铜梁就双济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陆红济冲破 眼看美景在望 转眼就成空 你当然就不能用 因此命宫有天姬的 或者是天姬坐在十二宫的 道理都相同 你如何去掌握你的天姬星 天姬星要掌握的就是天姬要化陆 天姬要六极星 要避开的 要用调整方案的 替代方案解决的 就是天姬的化际 天姬碰到六萨星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掌握这颗天姬星 在你的命盘里面 完全的显露出来 来加以应用 加以应用 好 比如说险金 我本身就是天姬天良咒命 所以我一定要掌握什么 基业铜梁阁 我的财博工作天同跟太阴 那这样就成立了什么 基业铜梁阁 要掌握天姬化陆 我才能够成就基业铜梁阁 那我的乙甘在子女工 乙甘在子女工 所以乙甘的子女工 可以让我的天姬化陆 所以我要掌握我的学生 我的部署 我的下限 因此一定要进入大企业任职 这一辈子一定要带学生 你必须要有学生 你才能够调整你的命运 那你要避开的就是什么 天姬的化际 天姬的化际 那我的命工在这边 这是乌甘 所以我命工天姬又自化际 自化际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能什么 应用基业铜梁阁 那怎么办 好 这个我们留在以后再跟各位分享 那么最重要的跟各位 让一般的学者能够看得懂 我们比较深的会放在完整版 那公式的操作 以及学术性的探讨 我们都放在一枝花会员区 这时绝对要分开 那我们怎么检查自己的命盘 第一步 天姬星 天姬这一颗星本身它就善良星 那么它对于宗教非常有兴趣 所以当它被大宪启动的时候 譬如说 那么它在命工 那一天生 它就既有什么 既有能够跟宗教团体接触 宗教团体接触 或者跟这个西空接触 这个就是所谓的天姬 那天姬的在命工的人 深工的人 大宪命工的人 在这十年 在这一辈子 它都会跟宗教接触 同时心地善良 能够孝顺 而且能够友好六亲 那么最重要的六亲就是什么 就是夫妻子女 交友兄弟父母 这个跟你组成一个家庭 以及跟你将来在社会上发展 非常重要的夫妻工跟交友工 或者就合伙位 跟你的什么客户 跟你的长官 都非常的息息相关 但是天姬无论如何 到了晚年 如果你去撞击到煞星 你一定会跟宗教接触 如果你没有找到自己的修行法门 很可能都会进入宗教丛林 比如说西洋教 或者是这个佛教团体 那么这个方外人的大师 他到晚年 觉得他自己应该进入宗教丛林 所以他的晚年最后进入庙里来修炼 那我的晚年 我比较幸运的 我在走第五大线的时候 我就已经接触到我 我一生之中 这一辈子要寻找了修行的方案 所以我找到了 当然我懂得指挥斗数同步段 觉得同时 我在第四大线的时候 我就展开了命理的工作 所以我在33岁就担任世家杂志社的命理老师 十年的时间就批命单 超过一万多份 那么这样子就改变了我的命运 改变了我的命运 所以看我们节目的 看我们的影片的 我都希望我们的年轻辈的 中壮辈的 能够调整命运 改变命运 才是我们学命理的价值 如果只学尝试 学知识 那么你就是到这一个 买本书当知识看看玩玩就好 我们的频道最重要的 我们的影片就是要教你 怎么样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命运向上来发展 好 接着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天机在命宫 在身宫 在大限宫 那么它跟什么星组合 会产生什么现象 跟碰到六煞星的时候又是如何 六级星你要如何应用 再次讨论一下 这样吧 有点蜜 有点蜜 人 有点蜜 有点蜜 呭 移